昔日驰骋在山间田野的蒸汽机车早已会议 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现如今矫健而美观的高铁和动车 更是成为了时代的宠儿 但是蒸汽机车却仍然在很多领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就是当地的蒸汽机车 保留的最古老的一件车厢了 你看这个顶都是铁皮做的 而且这个窗框还有这个座椅全都是石木的 就已经非常有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 那种蒸汽机车的那种年代感了 雪爷那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就要去哪了 吊兵山站 吊兵山站 那您估摸着就我们现在坐的这些车厢 距离到现在能有多少年了 比你年龄大 那大概有 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那像您那个年代 就是大家出行全都做这种蒸汽机车了 对都做这种蒸汽机车了 它的主要交通工具 因为其他交通工具不是那么方便 客人车也没有 它主要是做这些车 上下班 冲勤 往来附近乡镇的县的 老百姓 出门办事 买东西 卖东西 主要是做这些车 选都选都做这种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正典 准时 准时 完了另外它价格也 对老人家来说 这些蒸汽机车 不只是交通工具 更是它的老战友 坐在熟悉的车上 看着熟悉的风景 即使多年未见 但它对这些老火车的感情 却一如往昔 其实您这次就相当于 回来来看看老朋友 对 这些年过去 看一看 跟我俩陪伴我好几十年 这些东西的 还在不在 有什么变化没有 主要是这个目的 所以也感到这个机会 过来做一趟 我也想见他 他也想见我 我也开三十多年 车 坐三多年车 可要遇到这机会 我得好好看看 先天 徐老从年轻的时候起 就是蒸汽机车的司机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和这些蒸汽机车一起 服务家乡人民的出行 一会儿 三十几年过去了 当年出入工作岗位的小伙子 如今已是一位老人家 那这位特殊的老朋友 又有何变化呢 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比过去的条件好了 没有过去客流那么大了 所以但是对这个老车嘛 还是有感情的 因为长时间在一起 他拉着我我拉着他的 就混三十多年你说 所以也不容易 他不容易我也不容易 反正时代变迁 楼也干这么多了 跟私家车也这么多了 要我看往还是一往好 一是不无远 二是坐得也方便 反正另外价格也不贵 它还是有它的存在的优点 今天许老不是司机 而是乘客 只是这趟旅途实在短暂 要告别这个老朋友了 他似乎有些不舍 好